在日本 有一個流傳20多年的禁忌話題 每當出現在網路上 就會不斷地被其他知情的人制止 而越是禁忌的話題 就會越容易引起人們的好奇心 大家好 我是希二 今天就來為大家講解 不能被提起的話題 教導事件 2Channel是日本知名論壇 5Channel的前身 許多都市傳說都是從這而起 2001年5月24日 一名網友在2Channel發了以下這支貼文 標題名為 幾乎已被當成傳說的教導事件 有關教導事件的貼文 也許現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但我相信 應該還是有很多和我一樣 在2Channel上很久的人 仍然記得當年這件事吧 我就是在看到教導事件的貼文之後 徹底迷上了2Channel 第一次看到這則貼文的震撼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 請問有誰手上還有這篇貼文 該貼文發出沒多久 就有許多網友前來留言 我想這件事情 不方便在這裡說 當你看到的時候 真的嚇到 那件事情真的很恐怖 但為了避免麻煩 我還是建議作者 自行三文吧 這事件 到現在政府都還沒有做出解釋 許多網友 看是知道事情的真相 但成為正面回覆 而這串討論 也引起其他人的好奇 越來越多的網友 問起焦牢事件究竟為何 而有些知情的網友 卻回覆到 你不知道嗎 有點年紀的應該都聽說過吧 網路上關於這件事情的資料 都被刪了 漸漸的 在2channel上 討論焦牢事件的貼文 越來越多 而關於焦牢事件的真相 也更曝朔迷離 其中 有兩個版本 因為被大量的轉載 叫廣為人知 據說 當年五個來自2channel的網友 相遇到陸二島旅行 他們來到一個名為焦島的無人島上探險 隨後 便不幸失蹤 而警方曾登島進行三天三夜的搜索 但卻都一無所擴 就連無人的行李和蹤跡 也都沒有找到 而半年過去後 其中四名失蹤者的家屬 同時收到了一個包裹 而包裹裡的內容物 甚至其中四人 化為白骨的遺骸 這無疑是一雙命案 但為何僅有一名失蹤者的遺骸 沒有被寄到家裡 幾天後 該失蹤者的帳號 在图圈樓上發表了一則貼文 貼文只寫了三個字 在焦島 於是 警方再次出發 前往焦島搜索 而這一次 終於找到了該名失蹤者 但遺憾的是 當他被找到時 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 且身體多處 還有被啃咬的痕跡 在警部 甚至還有大量人類的死亡 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事件太過於害人 以至於政府刻意封鎖消息 而另外一個 跟害人聽聞的焦島事件 其中的焦島 並不是地名 而是人民 該事件發生於2chino 尚未開戰之前 一個名為焦島的網友 在一個名為 Amazon的討論區上 販賣著一個 有智能障礙的少女 被強暴的影片 有一位影片內容 太過於殘忍 有許多網友看不下去 想要把這個焦島給抓出來 於是組織了約20人 將焦島偏到了千夜線的車站 當焦島現身時 一行人便將焦島帶走 最後 用同樣極其殘忍的方式 將焦島殺害 並拍下16張極微血性的照片 被稱之為 血字石流畫像 但因為太過於血型 而被封存 然而 這個焦島 並不是真正的焦島 只是一個認為有趣的網友 假扮焦島而復約 而真正的焦島 知道此事件後 十分生氣 並仰言 會一一處理到 只剩下20個人 後來 焦島真的殺害了其中兩人 讓其他人感受到生命的威脅 因此 都不敢再與此事件有任何瓜葛 據說 這也是焦島事件 一直不能被提起的真正原因 不過在聽完以上兩個版本的焦島事件後 會發現 這兩個故事 都缺少實質的證據 去阻振其真實性 主軸都是因為事件太過於害了 而被有意掩蓋 不過說穿了 焦島事件的真相 其實就是 當初發布那篇貼文的作者 其實在發問的幾天後 隨其又發表了一篇文章表示 這只是自己自導自演的惡作劇 他一共辦了16個帳號 並在貼文下方 不斷地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 不正面回覆或解釋焦島事件 而是不停地負荷 增加焦島事件的神秘感 也有其他網友跟著一起起哄 而大部分的人 都是好奇焦島事件的真相 其實 焦島事件就是三人成果 當所有人的輿論力量達到一定的程度後 假的事情也有可能會成真 但在該名作者 PO文成信以後 仍然有許多人不相信他的說法 甚至認為他的這方言論 也只是為了掩蓋焦島事件的真相 焦島事件 是日本非常知名的都市傳說 甚至在2019年 NHK的官方推特 都曾發表一件推文 表示自己沒有辦法報導焦島事件 讓焦島事件這四個字 似乎成了禁語 而經過這20年的流傳 焦島事件不但有許多版本 更在2020年被搬上了大螢幕 被風圍市拼稱時代最恐怖的網路都市傳說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每週都會持續的更新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上傳的投資 我是希爾 我們下次見